大家早上好 我们正开着我们这台长城炮皮卡 拖着我们的羽童T512拖挂 在我们环游大西北的路途中 现在我们是在青海茫芽市的花土沟镇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换了一个营地 前两天我们是在市区里面生态园那边的一个 车有比较多免费的一个营地停车的 不算营地吧 停车场吧 然后我们今天早上吃完饭以后 就换到这来了 这里是一个有水有电的 不算营地吧 也算一个停车场 60块钱一天啊 为什么我们要换营地呢 放着免费的不住要来这儿呢 第一个原因是确实啊 60块钱我们觉得还算不贵吧 然后有水有电 我们即将出发新疆嘛 所以说把水电都补满 这样的话也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原因其实是最重要的原因 我们其实不来这个营地也可以 因为我们的电在这儿是完全够用的 太阳灯是能冲上来的 然后水也有地方加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实在在那边待不下去了 上一期视频里面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拍了一些在住车地的不文明现象 有一类自驾游的人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我们觉得我们待在那个露营地 那个露营地 每天晚上有周边的这个石油工人 上班的人员居民 过来散步过来玩 我们觉得人家在那儿 一圈一圈的走 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虽然没有斯拉烂箭 但是我们在那儿 我们都觉得丢人啊 脸上都觉得烧得慌 所以我们就挪到这边来了 那这个营地其实不算营地啊 这个住车地比较适合拖挂房车住车 因为我们的拖挂房车是能开前车去市区的 那个住车地在市区里边 旁边就是吃饭的比较多 而这个呢 基本上离市区市中心吃饭的那条街 大概两公里左右啊 所以说我们开前车比较方便 去吃饭什么比较方便 但是呢 自行室住在这儿 可能就不是特别方便了啊 看一下这边 有水有电 我们现在接的电 然后水龙头也在那儿啊 条件比较简陋 然后这个地方呢 在芒芽市区外边 不像那个在芒芽市区里边啊 这个地方比较适合拖挂住车 我们停这个地方不光有房车营地 这儿还有一个房车酒店 然后大家看那儿 那儿有个没盖好的楼上面写的 月球房车营地 这个应该是以后也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房车营地啊 这边是月球星空房车营地酒店 这全部都是德发的房车 大概有我看这一排八台 一二三 二十多台 我们车旁边还停了三台 二三十台啊 然后都是住宿单元啊 就是自驾游可以直接来住的 这个刚刚问老板 现在住是两百来块钱一天啊 后面还有一些房子 那些房子也是客房啊 这地方有点意思啊 这个地方虽然停车不贵啊 有水有电 但是呢缺点是旁边是一个物流源 这边大车特别多啊 看这个场地上停的都是大的车 今天天阴了 我白天在车里忙活忙活 剪剪视频 然后把水电都补一补 明天要走嘛 然后这会儿晚上晚饭点了 我们开车去滑土沟镇中心吃饭 刚出来还下雨了 这还真是又开车出来又开队了 然后我们住的那个地儿 离这个吃饭的这条街 大概有两三公里啊 原来我们住的那个免费的位置 离这儿大概就是一公里 所以稍微远一点 但是开车其实就无所谓了 多个一两公里的样子 行吧 我们找一家去吃饭啊 这条街叫啥 创业路 这是花土沟镇最繁华的一条 这个吃饭的街 然后各种各样的店面都有 这儿的店面也是五湖四海的菜都有啊 因为这儿的石油工人来自五湖四海 东北南方西北西南特别多啊 所以说好多都是他们的家人来这儿开的店啊 我们准备看一下这个 东北天天顺 看起来人挺多的 进去看一下 看这家的菜市啊 挺东北的 什么锅包肉啊 酸菜五花肉啊什么的啊 感觉还是挺正宗的 而且老板确实是东北人 然后看 在这吃饭好多都是石油上工作的工作人员啊 石油工人是吧 挺好 嘿嘿 上了一壶茶 它这个茶我觉得也挺不错的啊 首先杯子的特别大 壶特别大 然后呢 茶是新泡的啊 不像好多饭店是那种 一水茶泡一晚上的 茉莉花茶啊 那种老茶叶的感觉 特别香啊 其实这个蘸酱菜看起来也贼香啊 这真的这个东北菜 这家挺地道的 但是我们人太少了啊 这个就不点了 现在已经40分钟过去了 我们的桌子上还空空如也 这家真的是人太多了 太火爆了啊 所以啊 饿死了饿死了饿死了 终于来了第一个菜 第三线 开吃 味道还可以 就是等的时间太长了 这个量也还行 但有可能是因为 等的时间太长实在太饿了 所以觉得味道还行 话不多说开始吃了 这第三线炒的确实味道不错啊 吃了一会儿 确实好吃 我换成这个花卷 花卷上有蒜味 就要成都换成米饭了 没白等啊 没白等 但确实等的好饿好饿啊 第二个菜 终于上来了 酸菜五花肉 铁板酸菜五花肉啊 买一口酸菜五花肉啊 看起来就下饭了 这家店啊 确实味道很正宗 东北菜 然后看 打包了大半份菜回来 一共花了76块钱 还是挺实惠的 这个整个花土勾震 因为确实都是面向于这个工作 石油上工作的人的 所以吃的基本上你随便吃 都是量大又实惠 味道还不差啊 那我们对面买个馒头 那我们对面买个馒头把这个晚上到夜宵吃啊 行吧 那我们买完馒头就回了啊 吃完饭离我们原来这个住车地近 我们过来这上个厕所 转一圈看一下 看又有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在这劝导呢 为啥我们不愿意在这呆呢 这确实是啊 这丢人 有点丢人 停车停车 不好好往车位上停 然后又是丝拉乱剑 各种 真的 我们今天挪到那边去真的太明智了 就一下子觉得住那儿就特别舒服 住这儿就感觉好像自己其实没做什么坏事 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 心里特别不舒服 所以真的还是倡导大家 不管是床车还是房车 出来玩 一定一定 尤其是这种免费的人家当地人 免费能让咱停的地方 注意自己的行为 不要去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你说没有条件晾衣服 那你就一周住一次酒店不过分吧 或者你去找一个洗衣服的地帮你洗 不过分吧 稍微花点钱啊 你自己的条件达不到 不能成为你妨碍别人的借口啊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你不能说 那我没地儿晾衣服 你没地儿晾衣服 你就不要在这儿洗 你就想办法自己去找别地儿洗 对不对 你不能说啊 我车上不能晾衣服 我就要晾到外面树岔子上 我就要让别人妨碍到别人 这不合情理吗 对不对 没有道理吗 对吧 那行吧 我们在这儿转一下 然后就回我们的住车地去了 还是我们的住车地好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我们的营地这边了 然后明天我们就即将出发前往新疆了 其实我们在这个花土沟这边已经待了 今天是第五天了 为什么待这么长时间 一是因为这儿确实啊 我们一路从荒漠戈壁过来 什么都没有 结果这儿又有树又有公园 吃的又不错又不贵 然后就想在这儿多呆一呆 然后其次的话 这个地方真凉快 今天的气温大概是12度到21度啊 前两天大太阳的时候 最高温度也不会超过30度 所以说是特别特别凉快 因为这个地方带海拔的 这个地方大概海拔3000米左右 我们如果进新疆的话 往前第一站 也就是明天我们即将去到的若强 我们前两天看了一下 天气预报温度在44度45度 你想想真实温度得在多少 所以说热浪阻挡了我们前进的脚步 不过人总是要继续向前的 不被艰险 前面即使有困难 但是该往前走还是要往前走 所以说明天我们不满水不满电 即将从这儿出发 这儿离新疆只有50公里 我们即将前往新疆 那这个芒牙附近的这个翡翠湖和艾肯泉 就是恶魔之眼 其实我们之前也去过了 所以这次就没必要去了 而且现在 其实比我们当时 这个开发程度要更高了 我们当时还是比较原始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就不去了 明天我们出发新疆 好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大家不要忘了查一下点赞 一键三连强烈推荐我们的视频 包括关注和评论 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 拜拜